万劳30日迅南北大道夺命车祸 一辆轿车与二辆托格罗里发生碰撞,酿一死二伤 车祸后,二辆托格罗里横挡在路上,造成北上路段受堵,出现长达10公里的车龙 这起车祸是于今天清晨602分 在南北大道第44.1公里处朝南路段发生一辆轿车及二辆托格罗里连环状 造成约10公里长的车龙 雪州消整局行动组主任穆克里斯指出,万劳消整局接获投报后,派出7名消整官员到场展开救援 他说,车祸中共涉及三辆交通工具,包括二辆托格罗里及一辆轿车,造成三名乌一男子,一死二轻伤 三车连环状一死二伤罗里横挡路上车龙10km长 一名32岁乌一男子夹困在其中一辆托格罗里内,被卫生部官员证实逝世 蕭整员于清晨65时一分将死者遗体移出 他说,另外二名司机则在蕭整员到场前,即被公众救出